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要为大家来做这个第二季 2018年第二季的市场展望跟投资策略的评估 在我们现场的就是许长泰 哈喽 长泰 早 欢迎你好 各位早 每三个月来一次 我们会正是老朋友了 我也要跟许妈妈说好 她会通过脸书直播来看我们 有时候也会 她现在还在香港政府的公务机关吗 也在 是精英 接近退休人士 我们先来看的是 因为过去这今年的第一季 二月三月 市场大幅度的波动波动波动 其实当然跟美国开始 可能会发动贸易战是有很大的关系 不管之前的钢铁驴 然后到后来针对中国大陆的 一千三百项的这些产品 这个中美贸易大战到底 因为它是会有经济实质面的 对不对 那它到底后续会如何 和你们如何研判 其实首先我们看到 以现在我们知道的资料 比如说刚才提到的一千三百多项的 中国出口产品 其实整体来占中国的经济 或者出口的比例是相对比较低的 五百亿还是五百亿 听起来数目很大 但是其实对于整个中国的出口来讲 是不到百分之五的出口 它出口这么多 OK 不大百分之五 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的是 对于中方也好 就算是这个关税真的是出台 中方进行报复行为 那对于中美的关系 或者经济的直接打击是可控 但是当然投资担心的是 这个贸易战或者贸易摩擦 进一步的升级 川普其实也早上个礼拜也提到 五百亿不够 我们再加一千亿 那这样加下去的话 大家就开始担心了 但如果我们再拉回90年代 中美的贸易 90年代 90年代的中美的贸易摩擦的话 我们就看到有一个模式 就是他们通常以谈判 以妥协为终结 这是好的消息 而且这个谈判可能是几个月 那里面当中 这个威胁还是存在 但是呢 关税不一定会实施 所以关税是把大家拉到 谈判桌的一个手段 这是好的消息 但是也有坏的消息是什么呢 在90年代我们也看过 多次中美的摩擦妥协 然后呢 美方又说 你没有遵守你的承诺 譬如说在这个 政治产权的保护方面 那所以这里面我们会看到 贸易的这个摩擦呢 它不会是一次能够 完美的解决 是一波 然后一波 然后一波的 不停的走下去 当然这里面跟美国的整个 政治周期可能也有一定的关系 政治周期 所以历史经验来看 中美贸易摩擦都是以 冲突升高 拉到谈判桌 最后妥协收场 对没错 那但是呢 它的好处是说 其实我们可以乐观的预期 它最后这个大战是打不起来的 但是坏处呢 是因为这个战争 它不会一次就解决 所以可能 每两三年就来一次 还是每 你觉得今年之内会 一直不断呢 还是可能比如说 突然嘎然而止 但是明后年又会再来一次 我相信这里面要看 中方大陆他们的反应 譬如说习近平 这个礼拜在伯澳也提到 要开放他们的金融市场 考虑这个汽车的关税要降低 你觉得他这个开放是完真的吗 我觉得其实是真的 因为在这一次的贸易战之前 去年十月份 他们已经提到 要允许更多的国外金融机构 市场在这个市场开放 允许他们拥有更高 这超过50%的 持股比例 所以在这个贸易战争之前 其实中国已经是开始考虑 这一方面的这个开放 只不过是 这个的贸易战 或者贸易的摩擦 会不会还会把这个时间表 提前出现 这个我觉得是蛮有趣的事情 但是整体来说的话 我觉得中方是有足够的 手段或者让步 是让川普以及美国政客 跟自己选民说 你看我帮你们争取了一些的好处 那这个其实也是跟 十一月份美国中期大选 有一个相对的关系 所以如果说他可以 这一段期间 大家都拉高姿态 然后但是在五月之前呢 大家谈判完毕 然后说双方各自宣称胜利 然后也有助于 这个川普的共和党的国会 其中选举 双方就可以皆大欢喜了 对没说 其实川普他的模式 有时候你 虽然说去年我们讲过 很多朝鲜的问题 其实他的谈判模式很相似 对啊 他一开始朝鲜的也是 我是fire and fury 他又非常愤怒的去 去年过年的时候 大家还记得那两个话 他都忘了吗 对啊 所以他其实很明显的就是 他要摆高姿态 拿到一定的筹码 然后可以进一步的去谈判 我相信这个中美的关系 会有类似的情况出现 所以你会觉得到最后会谈妥 那但是我们就要问的是 那金融市场会如何的来应对 这一段期间的波折 你们的判断 其实我们看到过去两三个礼拜 最初市场的反应 当然就是相对的负面 然后呢 但是到最后 就算是川普他提出 五百亿不够 那就再加一千亿 当时候市场的反应 最初是有点担心 但是再过几个小时 就好像没事发生 所以这里面我们相信呢 市场已经把这个贸易战的威胁 也不能说是完全的消化 但是起码呢 焦点是逐步转移到 第一季的美国企业的财报部分 当然昨天晚上 美俄的地缘政治 又把市场的气氛 可以说是弄得有点保守 甚至有点悲观 但是这个美俄的关系呢 跟贸易战不一样 美俄是一个地缘政治 它可能影响的是石油价格 对于总金直接的影响 是相对的有限 所以我们就美国 现在不管是跟美中之间的贸易问题 或者是美俄之间 因为叙利亚中东情势的 这一个冲突问题 你们都觉得目前看起来 它现在可能已经都不会是 金融市场影响的主要因素了 对没错 它可能是会引起短暂的市场震荡 但是呢 对于2018年我们市场的看法 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其实我们在过去 以往也看到 大家也看过这个VIX index的恐慌指数 对 那每当它冲破35之后呢 我们还是要看它是什么原因冲破 如果是因为经济衰退 那三个月 十二个月 标普伟的表现 就当然不太不太好看 但是如果是因为个别的事件 比如说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 2010年 2011年的欧洲债务危机 欧债危机 这些市场对美股的影响是暂时性的 所以如果这一次也是同样的情况 美国经济能够继续维持稳定增长 这些事件是一些过渡性的事件的话 我们相信市场的波动 对市场的影响是暂时性 常态我这边请教一下 你刚刚提到说 即便是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 以及2011年的欧债危机 这两个事情 其实就地区性的金融危机而言 是重大事情 没错 它对于当地的实质经济 也是有影响的 但是即便是这样子的事件 对美股的冲击都是 时间短暂而有限的 非常短暂 就大概是一个月 大家就平静下来 我们看三个月十二个月 美股的表现呢 就回归一个比较正面的表现 所以我们在很多时候 常常说到的 这些事件我们非常关注 因为这些事件 有可能会把全球的经济 受到影响 但是如果我们看到 现在刚才讲到 中美的贸易摩擦 不会直接影响到 整体经济的话 那我们就会违规到 经济的基本面 回归到经济基本面 所以你怎么预判 第二季的美国股市 第二季美国股市 我们还是相对的乐观 因为第一季云霄飞车 他坐的头晕转向 对对 一月份非常强 二三月份波动非常大 但是我们看到的是 美国现在财报的部分 我们预期美国的企业 今年的盈利 美股盈利增长 大概是25% 很厉害 你要知道那是平均数字的哦 而且里面当中大概 三成是因为税改 是减税 另外的七成是因为 美国全球经济的增长 而带动 所以这个税改 当然对于美国企业 是一个正面的帮助 但是呢 它并不是 它并不能够解释 所有的盈利增长 这70%是因为 经济的好转而成长 这个才是市场 最欢迎的一件事情 因为税改的 这个获利成长 只是一次性的 但是经济成长 可能就比较持续性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再继续平息一下 欢迎大家回到 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 好 节目现场 我是陈凤鑫 在我们现场的是 摩根亚州首席市场策略师 许长泰 那么许长泰 在国外念书的时候 你的国外的同学 都叫你泰 叫泰 就简单 OK 好 泰 请问一下 所以你们预判 第二季的美国股市 我们对于 第二季的美国股市 还是相对的乐观 因为刚才我们讲到的是 当然现在有很多的市场事件 会影响到市场的气氛 那譬如说我们刚才讲到的 中美贸易战 困扰市场一段时间 但是呢 美俄的问题 其实对于经济影响 我们相信是相对的轻 但是你看到市场反应 还是比较的谨慎 对 这整体来讲的话 跟去年的气氛就很不一样 去年是 可以说是 刀枪不入的 而且是那个波浪 很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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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级风浪 今年的气氛 整体来说 已经到了十级风浪 因为到了高位 而且美股的价格 也不算便宜 所以大家对于风险方面 是比较 比较紧张 我觉得是健康的一个看法 但是呢 如果我们看基本面 企业盈利增长 今年是25% 明年可能是10%到15%的话 这其实对于 美国整体的股票市场 应该是相对有利 但是当然里面 当中我们还要去细看 比如说 金融业 银行 利率上升 对他们的盈利 当然有帮助 市场波动 对他们的交易量 也有帮助 所以大家可能会预期 第一季银行的表现 会相对的正面 所以这个礼拜五 有几家大银行 要公布财报 很重要 对没错 那相反来讲的话 我们看到科技股 最近也受到一定的压力 可能是因为 大家对于 这个个人资料的 私营问题 或者对于 无人车的前进如何 那这一些 我觉得是 科技的企业 总要面对的一些波浪 但是问题是 之前市场的预期 可能有点过度的乐观 就是说 科技股肯定是没问题的 这个想法 可能要重新的思考 所以在 就算在美股当中 我们可能也会看到 不同的产业 不同的板块 表现会有一点差异 听起来 金融业没问题 但科技业 我听不出来 他这样子的话 你们对科技业 未来的 就金融市场的表现 是乐观还是 还是悲观 不要中性一些 因为市场 就没有办法 再像之前这样飙涨了 难度会比较大 因为大家对于 他的营商模式 要重新的评估 那就算是企业 自己昨天提 这几天我也看到 一些社交媒体 脸书 会不会要出现一些 付费的版 付费版 那这一些对于 整个的营商的生态 可能会出现一些转变 所以科技类股相对 保留一些些中性 从很乐观变成中性 但金融的部分 可能就是维持着乐观 那还有别的产业 是跟金融一样乐观的吗 其实在 比如说工业 或者是这个消费的部分 那消费部分就要不要小心 因为呢 我们看到现在 美国的整个消费市场 在转营当中 就线上往上的消费 非常蓬勃 反而是一些传统的零售商 面对很大很大的挑战 所以消费类股的话 还必须要去区分说 它是很有成长前景的 这种线上线下的合作模式 还是它就固守在实体店的话 可能就不好了 对不对 挑战比较大 好 这个是美股的部分 但接着我们就要拉回来 因为2月3月 全世界那个云霄飞车 陆港股是受伤很重的 那因为当然也是首当其冲 中美贸易摩擦 那陆港股的未来 你怎么看 其实陆港股 我们还是在亚洲里面 是相对比较看好 那里面的原因 是全亚洲最看好的 全亚洲其中一个最看好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看到 国内这个大陆的企业 他们的赚钱能力 还是相对比较强 还是从获利面开始看 获利面开始看 那然后呢 他们的估值 其实也不算是非常高 市价的股价不算特别高 它的价钱跟盈利的比例 就还是比较合 本益比比是比较跟 过去十年十五年的平均是差不多 那另外一方面是资金的问题 因为其实我们过去几个季度 我们见面的时候都提到 我们对于新兴市场 是相对看好的 那新兴市场前跑进来的时候 港股就会受惠 就水涨传高 所以港股 因为港股非常非常的国际化 对 它受很多事情的影响 对 那么当然美国股市一波动 其实港股的波动幅度是最密切的 对不对 但是你刚提到说 如果资金往新市场流的话 港股也是最受惠的 对 其中一个最受惠的 因为港股里面 其实它有很多的大陆企业 就指数当中的比例非常高 那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那在入股方面呢 其实我们也看到 大家问到的MSCI指数 那A股进入MSCI指数5月份 入模 那这个其实老实说 消息一年多 而且入模的比例最初 也是相对比较低 不算很高 但是过去几天我们看到 在人民银行也好 或者习近平提到也好 在开放国内 中国国内金融市场当中 有一些新的措施 是可能会引到更多的 环球的资金进入A股 所以昨天跟前天 在这个亚洲博物论坛 那么先是习近平 有大原则性的 四大开放 昨天紧跟着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义刚就立刻宣布了 12项会在今年底之前 开放的措施 而且他定了时间表 前面6项 6月底之前要完成 后面6项 是今年底之前要完成 那这里面的护港通 深港通 规模扩大4倍 然后还要跟伦敦之间 轮户通 你觉得这一些都是让 整个入股的资金水位 大幅升高的重要政策 我觉得这政策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以往的护港通 深港通 它其实的额度 是蛮大的 但是对于很多机构 投资人来讲 可能他们可以投资在入股 但是要离开的时候 很难度有时候比较高 就资金流的 或者是流动性 会不会出现一些问题 所以 虽然看起来好像每天 没有真的用完它 可是 国际机构考虑的不是 我现在进去容不容易 它也要考虑 如果撤退 是大家一起撤退的时候 我来不来得及 对 就所谓的电影 着火的时候 大家能不能够 在小的门口里面跑出来 哦这句话还不错 所以你这个额度提高 四倍的话 也代表了你的门口 在拉宽四倍 钱要出来的时候 相对比较容易 所以 这咱机构投资者的 投资意愿会提高 对 这个可能会提高 机构投资者的 他们的这个投资的意愿 这个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 其实这里面也是可以说 中国入股 以往跟环球股票 中间的相关性 是相对比较低 因为大家的投资人的 基础不一样 但是这个 额渠道额度拉宽以后 也代表了 中国跟环球市场 也逐步的接轨 这个对我们来讲 我们分析员就很重要 因为 以前人民银行的政策 主要是影响中国 那如果现在人民银行的政策 会影响到全球 或者全球央行 会影响到中国的话 那这个整个 投资的布局 就会出现很大的分别 这个投资布局 会出现很大的分别 我们更白话文来讲的话 是指说 会增加投资 还是说 就还是说 它会跟着国际股市 大起大落呢 这个中间的相关性 会越来越接近 就是中国以前 比如说美股 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可以预测 台湾港股 大概的方向表现 我们都知道 但是入股里面 就不一定会猜得到 本来是脱钩的 但是如果是现在 中国国内的 入股的市场 跟环球市场 逐步接轨的话 中间的相关性 就会有所增加 好 所以 入股跟美股之间的 联动性会增加 那前面因为提到美股 觉得OK 那入股当然 也就不会太坏 而入股自己又有 它自己的企业获利能力增加 然后可以流入的资金 也增加 然后它的本益比偏低 股价没有那么的高 其实相对美股 反而是优势的 对没错 这几项其实相对美股 所以这里面 而且MSCI指数 这入谋的这个新闻 虽然说不是新的新闻 但是呢 这再配合一系列的开放 就把整个主题 重新的拉回来 那另外一方面是 如果是 以前是很多的国际投资者说 其实A股 我们参与的难度比较高 那我就不参与 但现在参与的难度相对降低的话 资金流入的机会增加 那国内投资者 其实在现在的目前为止 还是相对保守 但是如果有新的主题 去炒作的话 这可能是 就是重新引发 这个A股爆升的一个动能 所以二三月的时候呢 入港股的拉回 当然受美股影响 可是入股当然拉回的幅度比较多 但是你们觉得就第二季的表现来看 看好的话 所以现在会是好的进场点吗 我们觉得还是会啊 因为其实现在 你刚才提到 入股在二三月份的表现不太好 那所以我们对于入股 未来的半年到一年 甚至更长时间 其实前进是相对乐观 所以现在不一定是 一百块全部投资在入股上面 或者同一时间投进去 我们可以定期定额的去投 但是其实我们觉得 这是一个投资者在台湾也好 亚洲也好 全球也好 一个应该考虑的投资标的 那除了你刚刚提到说 入港股是你们在新市场当中 亚洲当中很看好的其中之一 其中之一哦 所以还有别的 有别的 东南亚东西的部分 因为去年的东西的部分 真的是跑输了东北亚 台湾韩国甚至是香港 那但是我们看到 东西的经济基本面 其实跟东北亚差不多 中间的差距不是那么大 只不过是去年是科技为主 哦对 东南亚国家科技的 科技的公司比较少 那我们看到另外一部分 就是现在在东南亚国家 很多你刚才提到银行 银行他们的贷款的 坏账的数值逐步的改善 哦 所以这里面我们也看到 其实很多的东南亚的银行 他们的营收环境是逐步的变好 所以这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的是 去年是一个科技主题的一年 那今年回归到一个比较 总经的角度的话 我们觉得反而觉得 东西的表现是不错的 而且另外一方面 大家关注中美贸易战的时候 东西的部分 相对是受惠者 受惠者 因为大家无论如何就是 不管这中美贸易战 最后是怎么落幕法 就算他们谈判成功 大家也想分散风险 对没错 所以作为一个风险分散的地区 对 来说是非常可以考虑 所以东西就默默的这样子 让他们打完了之后 希望能够承接 对不对 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所以看起来东西也是很看好 那里面有没有特别哪一个国家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大家回到 酒吧新闻台 财经起床 好请不现场 我是陈凤鑫 2018年第二季的市场展望 跟投资策略 在我们现场的是 摩根亚洲首席市场策略师 许常泰 泰我们刚刚提到说 东南亚 因为去年没有什么波动 就涨得不多 然后呢 可是其实因为去年是科技当道 所以呢 东南亚好像就没有什么 特别吸引人的地方 可是今年会回归到总体经济 那东南本来经济条件就很不错啊 那这个中美贸易大战 它可能是受惠的地区啊 所以整个东协今年都很看好 有没有特别看好 其中两个市场 一个是印尼 一个是泰国 那印尼的原因是 刚才我们讲到的一点是 银行他们的盈利前进 逐步的改善 另外一方面在泰国呢 其实我们在未来的一年或者两年会有选举 那选举是钱 通常政府都会有点花钱啊 泰国选举确定了吗 还没有确定 还没有确定 但是大家期盼选举的时候 政府要花钱做基建 推动消费 那这个其实来讲 对于泰国的盈利 企业的盈利前进也是不错的 所以印尼泰国特别看好 那刚刚我们讲完了这些之后呢 我都忘了成熟视角 欧洲跟日本 欧洲跟日本 欧洲今年的表现比较令人失望 但是这里面我自己的看法是 市场对于欧洲的经济比较看重 因为最近的数据呢 欧洲的数据是有点反复 那所以这个呢 也可能把市场的这个气氛 有点冷却下来 对欧洲好像趋势已经不明确了 这里面欧洲有一个蛮有趣的地方 就是刚才我们讲到 美国企业盈利今年是25%增长 亚洲新银市场是12%到14% 欧洲的预期是5%到7% 就非常这个预期非常低 对啊 为什么获利成长那么少 这里面可能是大家因为预期 欧元升值对于企业盈利会有打击 但是我觉得这里面 不完全反映欧洲的 内需消费投资的这一个改变 改善 所以预期这么低的时候 能够超越预期的机会还是不错 只不过是里面当中 现在我们开始见到的是 在欧洲的内部政治局势 也有一些转移 有一些转变 所以投资者可能在欧洲的部分 暂时兴趣还没有提起来 日本也是吗 日本也是 日本其实一直以来 我们看到它的价值 股值很便宜 它的企业盈利 其实比欧洲更好 但是现在它面对 最大的问题也是政治安倍的 一系列的丑闻 它九月份能不能够 连任知名党的这个主席 也是一个问号 那对于整个安倍经济学 对不对 谁接任 能不能够继续下去 这个我相信也是 投资者观望的一个原因 所以第二季 欧洲日本会比较保守一点 比较保守一些 好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谈配置 因为其实你们是要很具体的建议配置的状况 美国看好亚洲 中国跟香港跟东南亚非常被看好 可是欧日稍微保守一点 所以你的配置会怎么个配置法 在股票方面的话 其实我们是以新兴市场 亚洲市场为主力 新兴市场甚至于优于美国 优于美国 因为环球经济好 企业盈利同步增长的时候 我们会找一些 我们所谓high bitter的一些市场 那这些主要就是在 新兴市场在亚洲 就会稍微的多冒一点点风险 对没错 在股票方面我觉得这是 而且刚才你也提到 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 亚洲市场 新兴市场它的价值相对的合理 美股算说调整一点点 但是那还是偏高 就价格偏高 价格偏高 所以这里面我们觉得 这个亚洲新兴市场 其实投资的价值 比较好一些 但除了是股票以外 现在市场的波动 其实不能说是 今年波动特别高 只不过是去年特别低 现在回归正常 所以今年的波动 算正常 算正常 因为我们也算了 市场波动的 大波动的日数 里面的一些 其实跟譬如说 2014 15年 很多的时间很相似 所以只不过是 去年没有太大的波动 大家太舒服了 现在有一点点颠簸 就感到非常的不安 所以这里面 我们在整个资产配置当中 其实在债券的部分 也不能够忽略 因为波动开始增加 去年没有那么建议债券 可是今年要重新回头 来建议债券 但是债券 现在你看联准会 是确定今年至少三次 然后甚至可能四次 对不对 那昨天义纲也说了 他们其实是准备好了 这个货币稍微紧缩一点 升息 连中国大陆 有可能要升息 那这样债券市场 能投资吗 还是需要投资 因为债券市场 它的波动度比股票低很多 但是同时间 在台湾也好 在亚洲很多的地区国家也好 现金的回报 还是非常低 所以我们觉得债券 能够为投资者 带来一个 一点额外的回报 稳定收益 那当然里面当中 选哪一种的债券非常重要 因为刚才说的 我们先删除法 哪一些债券先不要碰 不要碰的 欧美的政府债券 欧美政府债券不能碰 因为很多还负利率 对没错 那另外一方面呢 一些比较安稳的 投资等级的 美国企业债 因为它的 它受利率上升的影响 就债券价格下跌 但是它的收益 不能够弥补这个下跌 所以这个要小心 因为投资等级的 美国政府 美国公司债 当然也包括美国政府债 公债啦 因为他们呢 其实就利率很低嘛 所以你这边升一点点 它的波动幅度 就很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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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格跌幅就相对比较大 另外我们觉得 可以考虑的 其实我们最建议的 反而是新兴市场的债券 好 刚刚讲的是别碰的 现在来谈的是可配置的 可配置的 那新兴市场的债券是公债还是公私债 主要以公债为主 我反而是公私债为主 因为公私债它的价格 它的我们所谓的信用差 其实现在是价格 价格是偏高 信用差是偏窄 OK 所以它的价格我们是有点忧虑 所以新兴市场的公私债 也是不需要太特别考虑的 对 但是在美元弱势的情况之下 刚才我们讲到股票 我们喜欢新兴市场 亚洲市场 这其实也是跟美元贬值有关 那在美元贬值的时候 新兴市场的债券 也是享受很多环球的资金流入 OK 特别是本币的债券的部分 美元贬值的话 新兴市场的货币也会上涨 所以它不但赚利差 它还可以赚会差 对没错 但这里面就要有一个小心的地方 就是好像这几天 俄罗斯市场非常波动 就是在选这些市场当中 不能说 所有市场都买起来 里面当中要做一些选择 比如说 哪一些政治风险比较高的 或者是它的经济 既然是新兴市场的公债 那政治风险就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然后它的经济基本面 譬如说它的经常这样的赤字 是不是过高 或者是其他的原因 所以这里面我们还会做 再去细分哪一些的地区 哪一些的国家 我们可以高配 哪一些要低配 所以这里面我们还是要做很多的研究 那哪一个国家的这种新兴市场当中 有哪一些国家 是你们经过研究觉得 它的这个经常这样赤字也很OK 然后它的这一个政治风险也很低 然后它的利率又相对偏高的 可以碰的呢 这里面我们相信有几个市场可以考虑 有一个市场在印尼 因为印尼它的经常还是有赤字 但是起码 股市债市都好 对因为刚才讲到股票市场 那引来资金 那印尼的货币可能会上涨 经常这样的赤字还是一个赤字 但是呢比起过去一二一三年已经改善了很多 那政治方面相对稳定 他会有选举他会有内部的一些 不过他们现在的总统好像声望还蛮高的 但是但是他不会像俄罗斯他要跟别人打仗 这些就不是印尼的问题 那在亚洲以外呢 我们看到譬如说这个巴西 巴西其实它现在是处于降息的周期 这个也是跟弱美元有关系的 哦对这个还真的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我们看到美国在升息 连中国大陆都考虑要升息 可是巴西是在降息的 因为巴西在一三到一五年的时候 他们是经过了非常困难的时间 他们要升息去抵防御他们的货币 所以所以以巴西的公债 如果是巴西币的公债的话 就更是优选了 对不对 因为他又在降息循环 价格会上升 对不对 好所以这样印尼巴西还有其他国家吗 其他国家可能就要再去 再去吸调了 跟小的国家像尼巴嫩啊 以后再来 以后再来 以后再来